11月10日,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曝光了当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 文件指出,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成为新常态 预计到十四五末,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4% 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到2035年,老年人口接近700万 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% 进入重度老龄化 当地媒体今年9月份就曾报道 目前中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 其中11个城市已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